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里面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试连月 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一集的节目上师给我们开始谈到 这临终关怀的一个案例 其实亲人就是最好的祝福的力量 那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再请上师给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给我们一些教导 好的 那么在不同的案例当中呢 其实就是对我自己个人而言呢 不同生命的教导 那么我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也就是让这个很珍贵的生命的教导 成为我们心灵当中的 一股非常清凉的甘露 那么所以呢我常说 我鼎礼每一位临终者 在释信生命的最后 给我们用生命来教导的同时 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分享 也能够给予他们再一个更深切的祝福 那么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提到亲人的力量 那么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分享的案例 是我们自己内在安定的力量 它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在之前我提到 索甲仁婆切的西藏生死书里面 提到了这个修行了三十几年的老喇嘛 在临终的时候 最后就将近要颠倒的这种状态 那么还好他的上师来到他的身边 给他一个很安稳的力量 那么我们今天呢 分享的这个案例 也是一位修行人 一位很好的修行人 那么当他在这种 癌末的这种巨大的痛苦当中呢 其实呢 他的肉体呢 所显现的现象呢 是非常剧烈的疼痛 所以呢 虽然他没有办法表达 但是我们从他的呼吸的急促 跟整个神情的紧张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 他在这时候的不安 但是这位修行人呢 的确是非常有修行的 所以呢 当我在他身边 我跟他说 你是我们真佛中 一位非常非常好的上师 你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修行人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修 我们生命当中 最圆满的这一谈法 当我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他的心呢 就立刻从那种 很痛苦不安的状态 慢慢的进入一种安定的状态 所以我跟他说 现在我知道你的肉体 非常非常的痛苦 但是肉体的痛苦 跟我们的心 一点关系都没有 让我们安住我们的心 我们头顶着 我们根本传承上师的光明 让我们在完成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圆满的这一谈法 于是呢 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 非常非常用心的在互动 而且呢 我觉知到他跟我是一起在修法的 于是在进入前行的修法的过程当中 他不仅气息都已经调得非常的平和了 而且呢 他的神情 他的眼睛也慢慢的闭上了眼睛 处在一种非常宁静的状态 那么当我在前行修完之后 我在为他点金刚纱 来清净深口意的 这种观修的过程当中 我很维系的观察他的呼吸 我发现他当时已经几乎没有呼吸了 但是呢 虽然看起来是几乎没有呼吸的状态 但是他的血压还维持在八十几五十几的状态 所以他的身体的这种功能呢 其实还是存在的 当我点了金刚纱之后呢 带他做速解法轮的观想 观想根本传承上是光明的接应 观想一切宇宙光明的接应的同时呢 其实他真正的已经停止了呼吸了 那么从停止了呼吸 血压降到零 心脏停止的这一段时间 几乎有半个小时 所以这个圣身的定力 安住在零中的这种定力呢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一个修行人或者是我们大家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去学习一股安定的力量呢 可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后重要的这一股力量了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继续按你的分享 非常谢谢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做这么宝贵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十一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 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台北中观堂的事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一集的节目上 是跟我们谈到的 这个临终关怀的一个 很好的案例 这个真正的修行人 在平常的修行的过程当中 心很容易能够安定下来 在临终的时刻 就能够发挥出 自己平常修行的实力了 那我们今天再请上师 为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学习 好的 那么在我们的 这个修行的因缘当中 我们再修出两个力量 第一个就是智力 第二个就是他力 什么叫做智力呢 就是自己的力量 自己内在安定心念的力量 那么什么是他力呢 就是师尊跟本尊的加持力 那么在前面那两个案例里面呢 告诉我们 这其实呢 不仅是佛菩萨师尊的 这种加持力是多么的重要之外呢 我们身边所有能够真心 来祝福我们的善知识 陪伴我们临终 这个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纵使我们具足了一切美好的因缘 有了师尊 有了本尊的加持力 那么也有了 所有一切善知识 给我们的祝福 但是只要我们的心念 还在颠倒梦想当中 这一切的因缘 也一样是泡沫幻影 所以智力跟他力的力量呢 这两个力量 对于一个临终者本身而言呢 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那么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呢 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再来呢 我跟大家在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是信念的力量 那么这位临终者呢 他并没有皈依 也没有念佛的经验 但是呢 在他癌末 在病苦的时候 他的弟弟来找我 那么我曾经到医院去探望过他 就是这样一面的这种熟悉的缘分呢 在他的临终当中呢 产生了一个信念的力量 那么在一般的习俗当中 都很希望留一口气回家 那么这位临终者也是 当他在进入快临终的时候呢 他的家人呢 留下他最后一口气 把他带回到家里 在家里呢 就安置了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 要让他临终的 那么那时候我记得是晚上的11点多 那么当时呢 我从事临终关怀 还没有几年的经验 那时候我还是法师 那么于是呢 当我接到了电话的时候呢 我马上赶到他家里 那时候是已经晚上11点多了 那么我就带了三四位的同门呢 去为他做祝念 就在我到达的时候 他的弟弟在他耳边跟他说 姐姐 连乐法师来了 他听到连乐法师 这么熟悉的一个名字 其实我们才有一面之缘的 这种缘分而已 那么当听到我的名字之后呢 他非常非常用力地睁开他的眼睛 然后呢 他就手抬起来 就跟我打个招呼 然后就在闭上了眼睛 从此呢 我就在他身边 一直不断地引导他 那么也配合着他的呼吸 引导他念阿弥陀佛的佛号 那么这中间呢 有一段的过程 是他的氧气快要没有了 所以我就示意啊 跟我助念的同门 我说我们更要专注 因为氧气没了 可能他随之不久 他就要离开的了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非常专注的 用尽了我们全部的心念的力量 观想师尊 观想阿弥陀佛 来放光接引他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氧气没有了之后 拿开了氧气罩 他居然还能够用呼吸来跟我们持咒 所以我们在从事临终关怀的助念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感到一种 内心真正的感动 那种生命跟生命 心跟心 那么用心教会的感动 当我们不断地观察着他的呼吸 以佛号来随着他的呼吸来持诵的时候 他也能够用他的呼吸来跟我们持咒 来跟我们念佛 那么这种过程呢 是非常非常感受很深刻的 那么就在这种因缘当中呢 就不断地一直带领他念佛 也不断地跟他做一些开导 于是时间不知不觉的 就过了六个小时 到最后到凌晨将近六点的时候 他突然眼睛张开了 然后他开始看着我讲第一句话 他说 连运法师 我看到光了 然后呢 那时候我为他突然的苏醒 感觉到一阵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是多么强大的一股生命的力量 所以呢 我就跟他说 那你看到光是什么样子的光呢 他就跟我说 他看到了就像甜甜圈那样的光 一层光圈中间是空的 他说呢 当你来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害怕 纵使这时候让我走 我都很有信心 于是呢 当我在听到你们 一直在带我念佛的时候呢 我非常有信心 非常专注地跟着大家在念佛 那么在念佛的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 我就看到了光了 那我问他 你看到光 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光进去呢 然后他就笑一笑 于是呢 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留下陪我聊天 然后我就说好吧 但是大家都累了 让他们先回去 那我陪你聊天 那么我就聊了一个多小时跟他 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呢 这是他生命的第一个阶段 生命的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面呢 其实他如果这时候跟着光走 是一种非常纯然而美妙的解脱 但是呢 生命的因缘并不是如此啊 那么这位师姐 他生命的因缘是怎么样呢 让我们下个礼拜 再来继续分享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非常的期待 我们非常感恩视频 因为今天刚刚是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全新第十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 感恩您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记继续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